你好 上次的電話剛剛有講待有關選工的內容 我先來這邊看一下資料 是是是 你先看這份資料 你曉晴對不對 我們在這邊 今天選工看資料我們有兩個方式 一個我們看資料的是使用 我們所謂紙本面試 就是我提供紙本出來給你這樣子 那第二種的話是屬於說 我們用視訊的方式面試 那兩者的差異我先說 有視訊它會比較花時間一點 當然紙本裡面應該有的一些三高體重 跟一些技術他們都會有 但是視訊我們多了一個可以跟它做對話 我們可以看它的情況跟工作的方式 那等一下我們來問一下 我們等一下要用哪個方式 先說明喔 視訊的話會比較介意 因為視訊的話你幫我注意一下幾點 第一個就是實際的操作 我們今天實際的操作 必須要知道讓它操作的地方 第二個的話是屬於要讓它伸出來 就是有手 讓它伸出來 因為很久的時候我們就知道 可是身過我們至少就會確定 它手是完全OK 可以作動 不影響工作 第三個是觀察它的眼神 因為在眼神的時候 我們就會知道是說 它到底是不是第一個講實話 第二個它工作到底才會長看 最後一個就是我們會保護的安全 稍稍微說得比較嚴重一點 例如說每天都要清理啦 或者是 阿嬤可能會比較躁動 會讓外操比較不會有多 原來感覺差異太大 這樣 所以說 以下指點呢 我們今天因為時間 想要讓它儘快一點 那您是想要做視訊還是做紙本的